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取决于每一个人的这个臀腰胸部的一个比例 以及各自拥有的一个身高 如果呢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中心为一条分界线的话呢 以腰跟臀为顶点可以画出两个三角形 如果这个中心线的两侧的三角形前后呢 和上下分布的比例都均匀 而且交叉点是在腰部的话呢 这就是女性的标准身材了 当然这听起来呢是有一点复杂跟难度的 我们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打造自己的一个完美比例 首先呢当然是希望不要利用整形的方式 那有哪些方式呢 第一个当然是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一个饮食 要多吃含有钙的食物 多吃含有蛋白的食物 少食用一些含糖或者是多脂肪 或者是过度加工的食物 防止多余的脂肪堆积呢 造成身体的变形 第二呢当然就是要多运动了 不论有多忙多烂 想要一个好的身材 那么必要的锻炼呢是不可以少的 至于要怎么样锻炼呢 就需要看要改善哪一个方面的问题 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去订定一个详细的一个运动方案 当然如果以上两个呢都做了 或者是呢真的是太忙了 以上两个呢真的都做不到 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了 我们如何借助这个美容医学的方式呢 来让这个胸部变大 臀部变丰满 腰变瘦 腿也变瘦 几年前呢有一部韩国的电影叫丑女大翻身 剧中呢这个女主角 江汉娜呢歌声非常的悦耳 但是呢因为长得又肥又丑 所以呢只能躲在这个幕后当代唱 在有一次party呢 被自己心爱的男主角羞辱之后 所以励志呢经过这个抽职整形 以及不断的这个运动减肥之后呢 终于一圆了她的歌手梦 并且赢得了男主角的心 剧中减肥跟改善的程度 当然是电影的特效 在现实生活中呢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靠运动减肥跟抽脂局部雕塑 来改善自己的体态以及人际关系呢 当然就不是梦想了 何谓抽脂手术呢 人体的脂肪细胞数量呢 会在出生的时候慢慢的增长 而到青春期呢就停止了 而后呢脂肪细胞会增加她的体积 而囤积在人体的各处 那我们可以分成浅层的脂肪跟深层的脂肪 抽脂手术呢就是抽出体内的这个皮下脂肪 主要呢是用来处理这个局部脂肪过多的这个问题 抽脂手术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 正确的说法呢应该说叫做体雕手术 是利用一个维系的一个伤口 和抽取的方式呢 将这个局部多余的脂肪来抽出 而移除一定面积的一个脂肪组织 来达到雕塑身材的目的 因此呢抽脂手术绝对不是一种减肥手术 千万不可以将抽脂呢 当作是一种减重或者是减绝肥胖的一种方法 它可以安全的一个部位抽取的脂肪量 受到许多因素的一个限制 因此呢非常需要手术的医师 以及和求美者呢一起讨论而做出决定 过度抽脂的话呢 在病人的皮肤上可能会出现这个 不正常的一个凸起或者是凹陷 也就是抽脂手术说的一个最常见的 并发症凹凸不平的现象 理论上来说呢 抽掉的脂肪越多 当然它手术的风险也就越高了 在文献指出呢 抽脂之后的外形 看起来会比实际上移除的脂肪量 瘦得更多 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体态雕塑的角度呢 来看这个抽脂手术 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满意度 而符合您的期望 为了避免这个抽脂之后呢 发生这个凹凸不平的现象 所以呢了解这个皮下脂肪的借货构造呢 就是变得非常重要了 人类的皮下脂肪呢 可以分成深层跟浅层脂肪 浅层的皮下脂肪呢 比较紧实 可以借着这个运动跟结实来消除 而深层的这个皮下脂肪呢 比较松弛 不容易借着这个运动跟结实来消除 像这个肚脐的四周 腰侧 臀部 跟大腿的这个上端呢 深层的脂肪组织是比较肥厚的 而且这些区域的肥厚深层组织呢 也会向四周扩散出去 所以换句话来说呢 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会肥胖而产生突出的 抽脂手术的效果呢 当然也就会比较显著了 例如像抽小腿 手臂呢 则是属于这种浅层的脂肪 那么手术之后呢 就比较不容易会有一个显著的效果了 抽脂呢 是有哪些原则的 第一个呢 我们抽脂呢 一定是先抽这个比较深层的这个皮下脂肪 如果行有余力的话呢 才去抽这个浅层的皮下脂肪 而抽这个深层皮下脂肪呢 可以大量减少这个脂肪量 也比较会有一个显著的效果 而抽这个浅层脂肪呢 可以使手术后的皮肤呢 较为服贴 比较有一个紧致的功效 那要如何抽这个浅层的皮下脂肪 又要避免凹凸不平呢 那么就急需要抽脂医生的一个真功夫了 那么抽脂手术的种类有哪些呢 想要抽脂的朋友们一定会有一个疑问 市面上抽脂的仪器这么多 从这个超音波 水刀 雷射 到这个动力的辅助抽脂 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呢 上网看看大家怎么说 发现有人说超音波的效果好 也有人说水刀的伤害比较小 还有人呢 说这个抽脂呢 可以客制化 量身定做 看得一个头两个大 到底哪一种手术才适合我呢 以下呢 我们就这个市场上常见的一些抽脂手术的方式呢 来做个讨论 一般来说呢 可以分成传统的抽脂 雷射溶脂 超音波溶脂 以及水刀抽脂等 大家听到这个传统抽脂呢 就会觉得说好像是古早以前的技术 已经落伍了 跟不上时代了 但事实上是 所有你听过的这种抽脂方式呢 以雷射啊 超音波溶脂到水刀或者是这个动力辅助抽脂呢 其实都是从这个传统抽脂为基本 而且为最主要的架构呢 所演变出来的 传统抽脂呢 是使用这个抽脂管 接上一个负压 把脂肪吸出出来 现在呢 所谓的传统抽脂所采用的方式呢 会先在这个想要抽脂的这个部位呢 均匀的先注入这个叫膨胀剂 那膨胀剂里头呢 含有麻药跟血管收缩剂 分别呢 可以减轻这个抽脂时 所造成的疼痛感跟出血 大大降低了这个抽脂的风险跟副作用 当这个固体的这个脂肪呢 被均匀的泡在膨胀剂之中呢 相对的会比较容易被吸除出来 此时呢 再使用这个抽脂管 接上负压 将脂肪这个吸除出来 雷射溶脂呢 则是利用一个极细的一个光纤 深入这个脂肪层 利用雷射的能量 将脂肪细胞溶解 之后呢 再将这个脂肪引流出来 另外呢 因为有这个雷射能量的关系 也可以刺激这个皮肤的胶原蛋白 让皮肤比较紧致 但是缺点呢 只要是用过的医师都知道 光纤是非常细的 大概呢 只有0.1公分而已 所以呢 虽然号称有以上的特点 但是说起来呢 术后的效果都不是非常的明显 水稻抽脂呢 则是利用高压的一个水柱 将脂肪从组织中呢 冲离下来 之后呢 在引流脂肪的过程中 由于脂肪已经被冲离了 较不容易伤害到周围的组织 但是缺点呢 是由于打入了大量的水 当然肿的呢 就会比较厉害 而且呢 在抽脂的过程中呢 反而会比较难以精确的判断呢 该抽出多少的量 另外呢 肿的比较厉害的话 也会让术后的消肿呢 变得比较慢了 超硬波溶脂呢 是利用超硬波的正波 将这个脂肪离碎 之后呢 再引流出来 比雷射溶脂好的是说 超硬波溶脂呢 可以达到的范围比较大 溶脂的效果比较显著 而且呢 连比较这个致密的浅层脂肪呢 也可以比较轻易的溶出 同时呢 比较不会伤害这个神经跟血管 可以显著的减少术后的淤血跟肿胀 另外呢 跟这个雷射溶脂一样 它对皮肤呢 也有刺激胶原蛋白增生的一个效果 可以有效的减少术后的一个橘皮 改善这个皮肤松弛的问题 也由于这个超硬波的溶脂效果很好 在引流的过程中呢 比较不会伤害到周围的组织 那效果呢 跟水稻类似 但是呢 又不会像水稻手术之后呢 比较会有肿胀的问题 所以超硬波溶脂呢 可以说是结合了上面两种种类的一个优点 抽脂结果的一个好坏呢 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医师的一个技术跟经验 机器的种类其实是其次的 好的医师呢 就算三种机器都不用 只利用传统的这个手术方式呢 也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手术结果 那至于术后要多久才可以看到效果呢 一般抽脂手术的术后初期呢 会有肿胀跟淤青的现象 效果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大约呢 要三个月之后才可以看到成效 建议呢 要穿这个加压的弹性衣呢 大概两个月左右 这样子呢 它可以重整这个脂肪组织 让它恢复这个均匀的体态 亦可以利用适当的按摩跟物理治疗 改善这个皮肤的一个平滑度跟消除肿胀 那抽脂适合的对象呢 通常呢 适合这个抽脂的对象呢 是属于这种局部的一个脂肪突出 而且呢 是比较年轻跟皮肤弹性比较好的人 但是呢 随着这个手术的技术不断的进步 搭配不同类型的抽脂方式呢 也能改善多处的肥胖 皮肤松滑的问题 同时呢 手术之后的维持跟保养 也能够让效果加成 而每一个人呢 对于体态的要求跟期许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个完整的一个手术疗程呢 一定要有一个详细的术前咨询 跟术后卫剿 这样子呢 才可以达到最安心的一个成效 抽脂有什么副作用呢 术后的酸痛感程度呢 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如果手术中呢 有操作不当 或技术不成熟的现象 当然呢 就会比较容易造成出血 或者是皮肤术后 有凹凸不平的现象 当然每一种手术呢 难免都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所以呢 一定要慎选医院跟医师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脂肪回填是什么呢 现今的一个抽脂手术呢 不只能够消除这个脂肪 其实呢 我们可以将这些脂肪再利用 来填补像脸部啊 胸部 臀部 等部位 抽脱的脂肪呢 我们可以把它存化之后呢 保留这个高活性的脂肪细胞 以及干细胞 而利用自身的细胞作为填充物 不会产生这种排斥的现象 是一个最安全跟稳定的一个方式 其实自体脂肪的这个注射技术呢 在一百多年前呢 就有一个德国医师来提出的 他的治疗的原理呢 是取自身的脂肪 填补到这个身体组织比较凹陷的部位 像是一些疤痕啊 或者是一些脸部比较深的一个皱纹 像这个法令纹 皱眉纹等 或者是脸部一个局部的凹陷 像是太阳穴 脸颊凹陷 脸部的立体度比较不足的 像是山根 下巴 苹果肌 乃至于这个身体的局部丰满的一个效果 像乳房或臀部 自体脂肪呢 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步骤跟三个原则 第一个呢 就是取脂的时候呢 要精确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选取脂肪的时候呢 要轻柔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补这个脂肪的时候呢 是要注重它的美型的 而取脂呢 我们需要把握两个关键 第一个呢 我们是选取这个脂肪比较肥厚的一个部位呢 才能够确保取得足够的一个数量 跟它的存活率 而取脂的方法呢 当然是要用这个最少伤害的一个方式来抽取 常用的呢 有传统抽脂 水刀抽脂 跟正波抽脂呢 都各有它的优点 并没有绝对的好跟坏 其实呢 还是跟医生的技术有比较大的关系 而选脂呢 就是我们抽取出来的脂肪呢 它是含有一些血水 跟这种破碎的一个脂肪细胞 所以呢 我们是要筛选出这个健康的脂肪细胞呢 来作为注射的一个材料 那方法呢 一般来说 有用离心机来分离 或者是使用这种渗透的分离法 补纸呢 就是利用这个专业的一个注射器 一定要把握适量 而且小量分散 分层 以及精确的一个原则 逐步注射塑型 才能够让外形柔顺自然 而补纸呢 也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呢 就是注射量的问题 整形医师呢 必须要十分的了解 使用的这个脂肪细胞的一个原始特性 才能精确的掌握这个填补的数量 跟注射于这个组织的一个深浅度 因为这个自体脂肪的一个注射呢 最大的难度 是在于这个每个脂肪细胞的形状都不一样 大小呢 也不是很均匀的 而且呢 它是一个活体 是会随着这个胖瘦呢 而变大或缩小 而来源不同的这个脂肪细胞呢 它的发育速度呢 也是不同的 所以必须要充分的这个掌握 这些变量 而且呢 去灼量来填补 例如这个腹部的脂肪呢 它的细胞结构比较松散 颗粒比较大 长大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不容易萎缩 如果用在这个乳房的填充时呢 这需要谨慎的分配于增大的区域 与这个边缘美形的一个修饰 来小量的注射技巧的差异性 这样子呢 才能够同时展现 增大跟美形的一个完美效果 另外呢 就是要小量 分散 分层 掌握这个被填补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组织特性 配合呢 血液循环的条件 组织压力 采这个小量 均匀分散的方式来进行注射 才能够让这个微血管呢 能够快速的生长 而提供这个脂肪细胞存活时 所需要的营养 而来确保它的存活率 精确度 全方位的这个美形评估呢 依照这个填补的部位呢 我们来做身体 像这个乳房啊 或者是臀部的一个美形设计 着重在这个大量的存活率 跟自然的一个饱满度 所以呢 必须要特别注意 给予这个细胞足够的生长空间 跟营养的供给 所以我们在注射技巧方面呢 有时候会用 第一个呢 就像这个平面线条 来决定这个树后的外形是否自然 第二个呢 就是像立体空间 可以决定这个尺寸大小 融乳手术的时候呢 还得考虑到这个乳腺的分布 在尽量避免这个乳腺组织的原则之下呢 来增大这个尺寸罩杯 千万呢 不要为了追求这个大量的填补 过量的注射 反而造成这个细胞因为推挤呢 而大量的凋亡 而使得两侧大小不对称 甚至因为死亡脂肪细胞的钙化呢 而产生了一个硬块 刚刚提到这个空间的问题 所以呢 想要利用这个自体脂肪来熔乳的女性朋友们呢 利用这个自体脂肪龙乳呢 大概只能够增加一到两个罩杯 如果呢 是想要增大两个罩杯以上的话呢 一般呢 会建议先利用这个溢乳 也就是像做种果冻细胶的植入呢 我们先增大这个胸部的size 之后呢 可以再用这个自体脂肪来包覆 来增加它的饱满度跟自然感 那这个就是所谓现在比较流行的 叫做复合式的一个熔乳手术了 那至于全身的脂肪都可以拿来抽出回填的吗 其实比较适合取脂的部位呢 包括像大腿 臀部的外侧 手臂 以及腹部的脂肪 如果是需要比较大范围的填补呢 一般都会选择这个大腿或臀部外侧 因为这些部位的脂肪颗粒比较小 存活率呢 也会比这个腹部的脂肪来得高 但是呢 如果需要更大量的脂肪时呢 就会考虑使用腹部脂肪比较肥厚的部位 而要移植的脂肪抽取方式呢 和一般瘦身的这个抽取方式也有所不同 因为呢 我们必须要保留这个脂肪的活性 所以呢 是利用这个比较小的负压来抽取脂肪 才不会去伤害到想要移植的这个脂肪细胞 而能够达到一个更加的一个脂肪存活率 至于呢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脂肪的存活率的问题 所以回天的脂肪会不会消失呢 传统的抽取呢 直接用于移植的存活率呢 大概是30%到40% 而目前的抽取技术呢 逐渐的成熟 施打的技术呢 跟设备呢 也提升了 有效的可以帮助移植后的这个脂肪细胞的存活率 所以脂肪的存活率呢 还要试这个个人的体质呢 有时候可以提升至60%到90% 而存活下来的脂肪呢 表示有新生血管 可以输送血液 攻击养分 就和自己本身其他的脂肪是一模一样了 脂肪呢 绝对是追求这个美丽曲线的一大敌人 而抽取手术呢 的确可以一网打击 难以消除的这个顽强部位 甚至将这个多余的脂肪移植到需要烹润的地方 但是现今市面上抽值手术的种类繁多 价格也不一样 如何选择真正适合的手术方式呢 当然就成为更重要的课题了 可简单的用三个大指标来判断呢 什么是安全的一个医疗选择 第一个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操刀的医生 手术疗程呢 一定要选择拥有执照的这个专业外科医师来执行 如果手术的经验呢 或技术不足 很有可能会造成手术风险大幅的增高 而手术之后呢 可能会有皮肤不平整的一些后遗症 第二呢 就是手术室 手术室的这个医疗设备呢 是否会完整呢 当然也会影响这个手术的质量跟结果 手术室呢 跟恢复室的这个卫生状况呢 会影响到这个感染的风险 规模完善 消毒彻底的医院呢 当然才是一个安心的选择 第三呢 就是麻醉医师了 麻醉药物呢 除了会影响意识 改变疼痛跟认知的程度之外呢 也会干扰到病患的一个正常生理功能 像这个心跳 血压 呼吸 所以呢 为了让这个麻醉风险降到最低 一定要确定呢 是经由这个专业的麻醉医师来执行 自体脂肪注射呢 不是一个新发明的手术 是整形外科专业医师训练时呢 一个非常基本的功夫 它的安全呢 当然是无虑的 但是呢 每个手术都有它的适应症 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试用 而且呢 在诊断跟技术上呢 也都有一定的专业 毕竟这个脂肪细胞呢 一旦存活下来 当然呢 也不容易取出了 而在取出的过程之后呢 也可能会造成这种 凹度不平的后遗症 因此呢 爱美的女性 千万不要为了求美呢 盲目的跟进 为了达到心中窗井的一个模样 一定要先清楚了解自身的一个状况 做好这个完善的术前咨询跟沟通哦 当然呢 负责手术的医师呢 也必须强化她的专业 充分了解这个人体组织结构呢 以及各部位的这个脂肪细胞的一个特性 关乎这个美型的一个素养 和术前呢 与求美者充分的公通 而做出这个全方位的一个治疗计划 才能够确保手术的成效 我们下次呢 会讨论就是 大家不好意思开口的这个私密处为诊 让女人呢 可以更从容自信的绽放她的美丽 我是刘纯曦 我们下次见